可以坐吗? 对,这是我们仅限预订的 仅限预订的吗? 几位,在那边 这些都很成熟 全熟了吗? 我们有客人会喜欢六成或五成 这个是牛腔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M7的 这么卷的吗? 还有M7,大哥 以后就是M12? 今天来到佛山的蚕城 当地人都会推荐的一间牛腩店 这间,我们坐在哪里好呢? 有什么部位? 这些是花生粉 为什么有两锅? 这间店很奇怪 里面还有一锅 挺嫩的 有很多牛肉 牛小扒 都是会有 纯花生油 这盒很大盒 封剑又人 这个行业太短了 哇,新鲜甘香 还有花生油的香味 这间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牛杂和牛腩 它是分开的 牛腩这部分 它还会加上一些M7系列的牛肉 可能六成熟 我之前在西餐厅吃的 这样吃又有风味 这里吃到它的滑的口感 那些甘香的口味 是铺满了整个口感 老板娘,这盒M7是多少钱? 是 这里有几种粉 当然,河粉是经典的 淋身爽滑 盐料汁 一流,用新鲜凉粉 打的汁再做凉粉 这个甜品再吃完就完美了 这个霸王炸鸡皮 小心点 铁板肉酱炸小猪扒 铁板五粒炸蛋 我们现在不是去铁板的地方 是中西合璧的茶餐厅 今天我们来吃一间茶餐厅 这家茶餐厅的性格比高 中西合璧的东西 相对来说 食材会更加香 和浓郁 中华广场,六楼 这里很开阳 桌面是标着比较招牌的东西 这些可以打得下 我比较喜欢喝的 我比较喜欢喝的 一杯是青檸 即是现在的柠檬味 比较浓 一杯是浮古 其实严格来说我喜欢喝的 为何呢? 茶味和柠檬味 传统一点 整体看起来都不错 色香味也有 铁板肉酱 炸小猪扒 它这个酱汁也很特别的 我看它介绍 含牛量是比较足的 比较开胃 这个是碟头饭 它有些豬爽肉 它有些豬爽肉 试试 会偏甜一点 这个好送饭 我觉得这个也是中西合璧 哇,这个是霸王炸鸡 份量也不错 虽然是36元 但是我对得着这个感觉 够饱了 哦,好吹 试试 它生炸出来的话 里面的还是比较有肉汁的感觉 不会说里面是粗口粗舌 而且外面的皮 刚好是高脆的 它没有太多粉浆 味道也够 最重要是香 吃完了 吃完了 它的确比普通的茶餐厅 是多了一点点化身 性价比也高 之余 它铁板是香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经过附近的朋友 有机会试试 这个是Jerry王炸 这个是Jer菜花 这个避风糖炒鸭 哇,好香 椒鹽牛 这个酱爆牛心 一看就知道够味 这个煎面也上了 整张桌子都是老港的味道 各位,这家店 附近的街坊应该是很熟悉的 因为街坊是饭堂 它二三个装修都很特别 这条小路转到后面才是 不是大路那里 但是 居民这个师傅很价值 如果你有海鲜加工的话 交给他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其实都挺好的 都很合适 那些广州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 读书都要过来吃个羊肉煲 再回去做功课 啊,好厉 来之前我们轻轻做了功课 要吃这个叫 鼻风糖大肉蟹 牛蛙 酱爆牛心定 再煎面 先吃一下这个黄鲜 非常之香 酱够味 香甜 肉酥 酱爆牛心定 薄脆薄脆的 好,下转 哈哈 椒盐牛 好像一把劍 哦,这个蒜 令我感觉像烧烤的生蚝 那些很香的甘蒜 嗯,这个好吃 这个咸香味很突出 外脆内裂 酥香 这些都做得到 招牌的鼻风糖炒 蒜香味很重要 这个 蟹的穴殻都很好 是可以脆到可以咬冷的 那些香味呢 那些香味呢 那些蟹肉呢 那些味破坏 还是很鲜甜的 啊,接着我来吃完传统的煎面 那这一餐呢 那就完美了 这个是手丝咸香鸡 这个是经典款 红烧鱼鸡 五杯鸡 吃鱼鸡来来去 都只有一两种味 但是这里呢 就一种鸡 是做很多不同的食法 而我呢 就从大学吃 就吃到鱼家 进来呢 可以看到这里 就多了个鱼池 这个位置很明显 要做鱼生 有些拍拖的感觉 但是大学生 很难找的 鱼都要找到鱼 但是鱼鸡真的好吃 哇 很热 皮有点脆 里面是爆汁 其实整个鱼都很入味 包括骨 其实鱼鱼真的大一点 很少做鱼鱼做到这样的 好像炸焦了 外面脆了 里面也是爆汁的 我第一次吃鱼鱼 有种开胃的感觉 因为加一点辣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南香鱼鱼 这个是比较滑的 五杯鱼 有点瑞士鸡翼的口味 有点米酒的香 最宽的汤 很浓烈的香味 喝下去是整个人都很暖 再加上有点木瓜 就不会那么糟 很清溶 这个饭刚打开很香 里面有点心 有点定 饭的质感就OK 再加上 在饭面上有一种 淡淡的鱼鱼香味 好像荷叶饭 很香 如果你想吃鱼鱼 吃一些新奇些 有点的味道 大家可以来到这里 而且这种环境 比一般的农座更舒服 就近朋友可以来试一下 北方吃羊 真的很特别 所以平时来到这里 怎样的火锅 一定要吃这几个位置 整个側角是不一样的 入秋了吃羊 但是在北京吃羊 是叫擦羊肉 前一段时间我去完北京回来 这里附近有些朋友跟我说 诶 这家店都OK 7点排队 因为进来 其实很像北京吃东西 北方主要吃这三种 鲜切羊肉 还有这个 膠染煎脂肉 还有这个 高盖羊肉 就是这三款 你平时吃火锅 机器的羊肉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就是鲜切的 那些闻路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试过你就知道了 錄到不会看到有血色就OK 这个酱什么都可以了 很香 它有一点麻 有些花生酱和麻酱结合 有些辣开胃 很有质感 这个鲜切 好吃这个 这个就是 高羊 最重要就是奶香味 在北京吃的那种 奶香的脂肪的香味 还有很新鲜 尝一下这个高盖羊肉 它有一种脆骨 其实你夹下去已经感受到 有一个羊脆骨 你中间就已经看到了 我特别喜欢吃猪肉的軟骨 它这里有多种种 柴头和层次 加上的酱很开胃 不腥鲜味 吃完之后 基本上的感觉 和我在北京吃的已经很接近了 尤其是羊那三个位置 一定要试 牛杂洗到比面干净 新鲜不过夜 各位我们今天来黄埔 这一边可以说是 黄埔的新CBD 拉动黄埔GDP的一条街 全部都是食物 而且环境非常漂亮 今天过来当然要吃漂亮的东西 越西特色清湯南 牛杂洗到比面干净 新鲜不过夜 我喜欢不过夜 如果牛杂洗得干净 其他很多东西都可以试一下 既然它说洗得干净 我们就点净的上来 看看大家觉得它干不干净 牛� Explorer 很滑 牛蛋也有 它的薯膨 Nat 但它不是有牛骨蛋的味道 我真的明白 最近leye他们在剪 bacter 正常再做一个我的 骨髓 牛沥干净 牛尿尖 wasn'tอ義 尾otherap 牛肝味很滑 牛וק水 汤汁很淡 清淡 我 lasci Remember conflicts 不要ята 牛骨髓 牛骨髓 很酸的,没问题 如果在附近的朋友,想吃一些有氛围的宵夜的话 他们是一个好的选择 喜欢的,记得点赞分享